重心60公分 你也不要管什么叫重心 然后呢平均距离1.8 然后请问要多大一点 取起来 我们的做法就是 顺序中力矩等于力士中力矩 或者你们背的施力并 施力等于抗力矩乘以抗力 人的叫做施力时候叫做抗力 那么画出力图就长这样 第一个问题问第三件是 谁受力受哪些力合力多少 受哪些就画力图 这有个支点 然后呢有个手施力 然后呢有一个抗力 抗力呢是150 人的施力不知道多少 然后距离它的倒数 然后呢谁是逆时钟力矩 150的逆时钟 谁逆时钟力矩 不知道的F是逆时钟 F就是施力 150就是抗力 所以呢逆时钟力矩 逆时钟力矩 逆时钟就是150那个 所以60乘150 然后逆时钟就是F那个 180乘F 然后后面就速选 然后不拉不拉不拉算出来 答案就是50公斤重 所以答案就选C 所以我施力50公斤重 就可以举起一个150公斤的东西 所以我很省力 所以我很省力 OK 刚才给你提过了 杠杆股一定会省力 以后会交 以后会交 OK 那就请问你这一题 这一题的重点就是 利弊到底是多少 它画了两个 一个画了40公分 一个画了35公分 请想想看 你是怎么去拉那根 把那边垂的 是怎么拉它的 然后哪个才是所谓的垂直 然后你才知道利弊有多大 知道利弊有多大就好做了 就反正是施力币乘以施力 抗利币乘以抗利 然后呢就可以算抗利币 就是5公分 抗利不知道 然后施力第二你找40还是35 然后乘以施力10牛做 然后就可以做出来 OK 然后 所以 这一题的keyword是 这一题的重点是你的 利弊到底是40还是35 然后你就是往里面带 两个相等就做出来了 应该要找大帅哥了是吗 是吗 找大帅哥 大帅哥叫做29 29 他不在 你们有35吗 你们到34吗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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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别人都告诉你80 就说80 真的是没有原则 你也写80 所以你来 来 顺持钟等于逆时钟 那个人手一拉就是顺持钟 钉子抗利往下 钉子 钉子的抗利 对不起 他的手是往上推的 所以是逆时钟 钉子往下 压下去是顺持钟 然后但是 要算力取 必须要利弊乘以利 然后利弊要跟利垂直 所以你要重点就是 这个10牛顿的利弊是40公分 你有看出来吗 他的F的 它画的方向 所以垂直是40公分 所以利弊是40 所以40 乘以我的力量10牛顿 力量10牛顿 这个是逆时钟力取 等于钉子的速度力取 然后呢 利弊是5 然后F不晓得 后面就数学 算出来就80牛顿 就是很简单的 有数字的 通常的重点就是要找到利弊 知道利弊有多少 利弊有多少 就可以把它很容易的算出来了 可以吗 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